什麼名設計師 我不是名設計師啦 我只是有在稍微學一下而已 這個自稱是設計師的 他說 我穿的很難看 我的造型不行 然後他叫我可以參考一下他們現在這個穿著 就雙邊穿一個什麼 小背心 下面是個小短裙 靠著幾分姿色想要騙男生是不是 沒有要騙男生啊 不然你搭去畫畫看嗎 對阿 我可以幫你搭拉看阿 阿有沒有收錢 可是 你也不用這樣講話傷人吧 我沒有很傷 他讓我直接說的耶 我剛剛也想說要婉轉一點跟他說 他這樣直接說你也可以婉轉的說阿 我也還蠻婉轉的阿 我還沒有到很直接呢 這樣就叫婉轉了 現在一馬虛幻 我看有沒有改變 好走阿 有沒有車 沒有耶 我也沒有車耶 讓我們 不然走路去欸你怎麼這樣子 要不然怎麼撿到魚 怎麼辦沒車耶 我們去路邊 阿我們叫計程車阿你不是 不是有開過計程車嗎 應該有認識同事吧 要嗎 我有認識的啦 叫一次計程車要多少錢 我先叫過來阿 可是我不知道有多少錢 不會很貴啦 這邊有上紙條快點 那邊現在看到不要撿 那個不要撿不要撿 不要 什麼紙條 他再看一會再看看 這樣整 這樣怎麼寫字 可是我不會寫 欸你怎麼撿阿 剛才不是說不要撿嗎 可是他叫我撿阿 我以為他撿過的 我也可以撿 如果你撿到了 這張紙條代表你被詛咒了 那你撿了怎麼辦 那個都騙小孩的啦 那個都騙小孩的啦 他的名字已經寫上去啦 有嗎 欸我沒有拿過這張紙條 為什麼我是第一個阿 好阿 我剛剛撿到我以為你有拿到欸 我以為馬上寫了 可是可是我不知道怎麼寫 我沒有寫 有有有 我認識的計程車好像 發生事情 他沒有辦法來 他還好嗎 你要不要先寫一下 我覺得這個有點危險欸 寫什麼 我覺得你拿這個紙條去報警啦 有人偽造文書欸 沒有你就撿起來 然後 撕掉嗎 沒有沒有沒有 你要把他那個 不要不要不要撕掉 你還把他記起來阿 轉發 蛤 我沒有聽懂 你就是那個 哎呀 我也不會怎麼講阿 那就不管他了啦 喔你平常那個阿 可是怎麼會被詛咒欸 對啊 你要把你們寫下來 他說是騙小孩的 我不是小孩 不要被騙 不是那如果你被詛咒怎麼辦 他又幫不了你 對 可是 他上面寫會詛咒欸 這個韓小姐也被詛咒啦 要是 他出事了 我就趕快 寫上去阿 要是他 要是他 那出事就來不及了吧 那就一起死了怎麼辦 怎麼辦 什麼一起死 你趕快寫阿 可是寫上去了 這 真的是騙小孩的阿 不是阿 你寫了又是在等於在害別人 如果別人又撿到了怎麼辦 可是他上面寫說如果沒有撿 小時候大家 學生都在亂傳 還不是什麼事都沒有 那 那 不是吧你這樣會害到我們 你這樣你已經拿了 你趕快寫啦 怎麼寫 不會寫阿 怎麼寫 平常電腦不是那個嗎 你叫 施加P大法嗎 施加P大法是什麼 C加P阿 不知貼上阿 蛤 你先拿起來 欸 你 你會不會寫字 我嗎 對啊 他們 我不太會 你可以幫我寫嗎 欸 小東哥 欸你回來啦 我回來啦 阿怎樣順利嗎 怎麼辦 怎麼寫 你是開卡車嗎 對啊 可是我試試看 為什麼地上有這麼多紙條 不能寫啦 你可以剪剪看阿 我真的寫不了阿 怎麼寫 你把那個內容記起來阿 你先把內容記起來 你會怎麼記嗎 有個方法可以直接把所有內容記起來 你知道嗎 有 然後你就開一張新的紙條就好了 不要剪不要剪 欸你怎麼剪阿 欸怎麼寫新的紙條 欸 欸你剪了 我沒有紙阿 我什麼都沒看到耶 這裡的紙條不要亂剪阿 怎麼啦 怎麼辦不會寫紙條 你是不是不會拿出紙跟筆阿 欸不是不是不要剪嗎 欸不要再剪阿 來來你過來你過來你過來 我剪到一個好奇怪的東西喔 來阿 你的 你的 你應該會有個包包 喔包包 你怎麼撞我 你包包 有一個波浪符的 包包有看到嗎 有沒有 有沒有 你的包包裡面有個波浪符的樣子 有沒有 有 有 然後你就是他的 對對對 對對對 阿 你不要這樣害人 好不好 你名字沒在上面 你就這樣講 阿你要不要走過去再寫阿 因為你丟這邊好像 他們也不知道 我為什麼要陪 阿 你們怕 你們就 你們自己相信 你們就寫嘛 阿我自己是不相信阿 是啦 現在很緊張欸 不要這麼迷信喔 唉唷好可怕喔 會怎麼樣阿 先 找著做好了啦 不然 如果真的發生什麼事怎麼辦 紙條是不是就你丟的阿 不行 我 我會不然 我 我會算塔羅牌啦 我自己算一算 唉唷你為什麼又撿起來 你這樣也要再寫一次 不是 我寫在上面 應該不用再寫了吧 我不知道 反正我寫好了 我 我寫好了 有寫就好有寫就好 我在那邊顧一下好了啦 我叫他們不要撿 不是我怕有人寫了阿 把他撕掉阿 他屁股好翹喔 欸欸欸欸欸 這什麼 你撿了 你撿了你撿了 你撿了你撿了 對一樣的字 你剛剛那邊寫什麼阿 照照一遍然後填上自己的名字 哈哈 照照一遍喔 就網路上那種阿 對阿 你就是看到這個 你遭受到詛咒 要轉發多少 有些人屁股比較翹阿 喔 欸 你沒有撿吧 我沒有阿 好你沒有撿就好了 他才不敢撿咧 說什麼沒惡魔他也不敢撿阿 可是他撿了就會被詛咒 他不撿合情合理阿 我都知道裡面寫什麼了 我幹嘛寫 裡面寫什麼 你怎麼知道 你們不是都講出來了嗎 對啊 剛剛 不是那位講出來了嗎 對啊 他講的 藍小姐講出來啦 什麼 剛剛還有誰有剪沒寫 韓小姐 不是要去換衣服嗎 對啊 啊我想到了 蛤 你要開汽車是不是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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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要租車子了 欸你撿了欸你撿了欸 不是我名字我是第二個撿到的阿 沒事阿 我要看有沒有人撿然後沒寫阿 我剛才 鎖住了啦 我剛才自己抽了塔羅牌 他說這個是有人故意丟的 你可以把右側側門打開阿 他剛剛也有鎖住 欸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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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欸欸欸欸 他不是故意的啦 抱歉抱歉 好好好 我有點心急阿 那我在這裡等你們嗎 還是你要去 好 後面後面可以 我幫你關門 關不起來 還是你要去 我有一台車 好 後面阿後面 後面還可以做兩個阿 可是我們要想 那個被詛咒的紙條 還可以 可以走嗎 可以拉 沒問題拉 欸你們要去哪裡 我們要去換衣服阿 為什麼要去換衣服阿 他說 他要出國一下 回來再跟你講 我要幫這位韓少姐配衣服阿 回來再跟你說 好再見再見 好 掰掰 這是邀請的 目前你可以好像可以申請阿 可是申請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 因為今天又多了很多新人阿 你看 平常不會這麼多 邏恰 好 那我順便買一下帽子 你是以為我比較喜歡 什麼類型的衣服嗎 沒有耶 看一下 設計師你有什麼 比較好的想法阿 提供給我阿 總要有個方向吧 你可以宣選你喜歡的色系阿 像我就喜歡紅色的 我覺得金色阿 這種豹紋不錯 豹紋嗎 對啊 但是豹紋我是個人覺得 不要外穿 穿裡面 當點綴就好了 真的假的 你裡面那個內搭衣服換成豹紋 有一件那個 短的 短的豹紋 可能要換件款式 喂 怎麼沒看到 在蠻後面的 等一下喔 我幫你找找哪一件好了 我幫你找找哪一件好了 欸這個安全帽好屌喔 有煙耶 你的那個內搭衣服 第175件 太厚變了吧 我覺得那個第11號顏色還不錯 125 175 超值得 餓了 不要提示什麼 可是我覺得像你髮型的設計就還不錯阿 跟我還蠻像的 確實阿 找機會我也可以幫你去看看那個 髮色要怎麼搭 像我這有點漸層的 我就覺得還不錯 漸層感 我覺得我也不錯阿 因為我這個不好嗎 好阿但是 總是會看膩吧 像你這個金色的頭髮 做其他特殊色就 還蠻容易的 什麼奶茶色 這是什麼東西 櫻花奶茶色 就是它會挑一點粉粉的 然後底色是金色的 奶油巾 下次去看看 那我內搭豹紋 那外面要穿什麼 你可以穿短的夾克 這樣你可以 露出你性感的身材 就是有一點小悶燒的感覺 就是有一點小悶燒的感覺 我覺得我穿一件看起來我胸部好大喔 真材實料嘛 會挑 你試試看166 你試試看166 換垃圾桶 頭 這樣嗎 對 就你褲子搖換 我之前擦的好 你搭這個褲子 我覺得可以單一個色子就好 我覺得我覺得可以單一個色子就好 我覺得像剛剛那個不錯啊 白粉那一種的那種 還不錯 我覺得這雙 我是不是呢 說 你穿這麼短的啊 會穿得很像我們鄉下洞田的那些R 跟老婆一樣 我們那邊都很辛苦 他們每天都搭這種田 我不知道什麼是九分褲啦 就是到腳踝旁邊的就叫九分褲 這一條喔 換一個顏色吧 類似這種的 你挑六十一 褲子六十一 我覺得他剛剛那一條很好看啊 有一條白色的 白色的 六十一吧 你選六十一 可是我鞋子要換一換耶 看不到我的腳踝耶 你可以穿高筒的怎麼樣 對 你可以穿像我這種的 我看一下是幾號 七號 好醜喔 不好意思 你那個改顏色才看得到你的鞋子 好 不要穿這個啦 這個咧 這個可以啊 可是你的腳 對啊 你要不要再換一條褲子看看啊 你這個感覺 不配他那雙的話好像 沒什麼鞋子你會喜歡 沒什麼鞋子你會喜歡 什麼鞋子會喜歡 說沒事 你慢慢挑好了 不是啊 剛剛設計師叫我選這一條的喔 我想說這一條 今天褲子還不錯啊 你看我現在這樣子 可是他說他不喜歡那個鞋子 不喜歡那個鞋子 對啊 可是他要配的鞋子又很少 可能這是褲子的問題啊 還是你幫他挑別條褲子啊 還是你幫他挑別條褲子啊 你的喉嚨是不是有一點 乖乖的啊 我嗎 對啊 你喜歡穿這項雪靴咧 你 你穿這麼清涼 然後穿雪靴有點 怪怪的 對 不太適合 不然這件呢 77 褲子 77 73 73這個也不錯 嗯 深色的這樣對來這樣就可以啊 那我覺得你上面換 換短一點的像我這件 嗯 1號 然後 黑色的漸層 這樣咧 嗯 我是覺得不要露手臂會比較好看 因為我手臂蠻細的啊 因為女生手臂 容易有蝴蝶秀啊 你手甩一甩 那個蝴蝶秀就看到一直在那邊甩 我沒有啊 有啦 其實有啦 你看他在甩的時候 有稍微 動一點 你這件是1號喔 對 2 對 1號 我這樣挑要挑到什麼時候啊 超衣服就是需要花時間嘛 你要想著 你會變得更漂亮 你就有動力挑下去了 我平常都在那個 UNI什麼樓的那邊 隨便買一買就算了耶 你不是說你都挑一段時間嗎 你剛剛不是這樣跟我講的 什麼挑一段時間 你不是都會有金星打扮嗎 金星打扮嗎 金星打扮啦 我說我在家金星打扮 可是你衣服都隨便買啊 怎麼隨便買那些就很好看喔 保證改過之後男生都會多看你一眼啊 這樣嗎對啊那最後你再換一個鞋子應該就可以了 你這個褲子很好看耶 普通球鞋就好了吧可以啊可以啊 全裝白色的或黑色的 那我要不要也換一件啊反正我等下都要開貨車了 穿高跟鞋好像也不方便 等我一下換一下我的好了 哎呦哎呦哎呦 沒事沒事沒事抽筋 沒事沒事 優娜你的你的那個外套 剛剛跟你說黑色的 這樣淺藍色不行嗎 這樣變成說你身上會有很多顏色 因為你報紋其實就已經很花了 還好吧很貴啊300塊沒錢啊 你沒有錢嗎你不是聽說你在這邊住很久沒有錢嗎 沒有啦那只是騙大家的啦 我剛剛才賭那個剪刀石頭布又輸了兩千塊了 蛤 你跟誰賭剪刀石頭布輸兩千塊啊 沒有我剛剛看到那邊有個叫什麼小馬的嗎 喔 那個 阿你怎麼跟人家亂賭錢啊 這以前不是很難賺嗎 沒有我剛剛又跟他賭了一把輸了一千年 我想說跟他賭個兩千翻版 翻本 沒想到又輸了 天啊 天啊 兩千塊很多欸 短短的三十分鐘 而且堵在剪刀石頭布上面不會有點太 太好笑嗎 算了 好啦你這身已經比剛剛好很多了吧 你問旁邊這個 這個這位先生 有啊 這位先生是誰 嗯 你今天在過耶 陳曉東啊 蛤 陳曉東 誰啊 那個明星啊 跟明星同名同姓的 你不知道 沒有不同 不同名 不是陳曉東 冬天的冬啊 陳曉東喔 沒有聽過耶 你沒有聽過陳曉東的歌 沒有耶 陳曉東欸 那個 你今年幾歲啊 25啊 我真的沒聽過耶 你幾歲啊 你應該三十有了吧 23啊 23 23就 23怎麼可能沒聽過啦 真的沒聽過啊 陳曉東也很步步驚心對不對 等一下 他叫什麼啊 他叫什麼啊 喂 你的錢還我了嗎 喂 這小隊有點什麼劇啊 你人在哪 那你回來再找我 那你回來再找我 啊不是 他藍鱗王啦 想起來藍鱗王 藍鱗王 他小的 嘿 我問你 我這樣有沒有變比較好看 有啊 真的假的 真的啊 不會騙你啊 雖然你剛剛說 手露出來也蠻好看的啊 你是不是覺得他這樣子 你看他的屁股 整個屁股的身形都出來了 推移看起來比較細 而且你的 你看你身材這麼好 露點腰也還不錯啊 好像講的蠻有道理 是吧 至少我也是有讀過這個科系的 稍微了解一點啦 雖然說我不能說我自己很專業 但是 至少能給你一點意見啦 你這件是內褲吧 沒有啊 這是短褲 運動短褲 你有看過愛迪達麥格那種嗎 我覺得人長得怎麼樣 不重要 我覺得衣服可以襯托出一個人的氣質 可是我覺得我本來長得就蠻有氣質的啦 所以我現在衣服改一改 會把我的氣質更加襯托出來 也是ok啦 但是我覺得你原本那件衣服 就有點蓋掉你整個人的 就是有點拉丁你整個人的感覺 這好像死 好拉 你這個 那個服裝指導不錯啦 給你一點錢啦 沒關係啦 我覺得 算有緣啦 你可以當我練習對象 這次就不收你 練習對象 你還是學生喔 我剛剛說啦 我有 我有讀這個科系 但是我還沒有 我現在在存錢要出國深造啊 你要存多少 我也其實也不知道欸 因為到國外 需要 應該需要蠻多花費的吧 學費加上 你要不要支助他一點啦 你看他幫你變得那麼漂亮 他要吃以後出國發達了 他可以回來當你的設計師啊 對不對 對 好 旁邊兩個先走開一下 好 在地上可以撿到我的錢 叫我稱呼啊 我嗎 對啊 我叫 我叫汪蜜桃 你叫我小蜜桃就好了 喔好 對 你叫什麼名字 每天你有空 我可以再帶你去 蠻頭髮 如果你對這種 漸層 顏色有興趣的話 下次可以一起去開貨車賺錢 雖然我還沒開過 我大家可以陪你去啊 你媽媽留給你的 你媽媽留給你的 走吧他們出去了 好 你說這個髮色啊 快餓死了 那你等一下可以順便幫我們載回去那個 租車的地方嗎 什麼事 蛤 沒問題 哦 好好好 謝謝 謝謝 那請問名設計師 怎麼了 賽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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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哈哈哈哈 真的好聽耶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含懶嬌 懶嬌還是懶嬌 懶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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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 沒關係我來拿個錢 好好好 他欠我兩千塊 所以小蜜桃是誰啊 我真的沒有聽過他耶 其他人還蠻不錯的 我剛剛以為他 有點急巴 你說聽不進去一見之類的嗎 對啊 我剛剛在那邊聽也以為你們要吵架啦 才跟過來 其他人還不錯的啦 什麼 剛剛在講我嗎 說你人不錯啊 我在那邊也聽到了 還好你們沒有講我壞話 沒有 怎麼會講你壞話啊 這就很難說了 是不是有人常常說你壞話啊 不然你耳朵怎麼那麼好啊 沒有啦是 賽小姐她剛剛喉嚨比較大聲 對啊 我剛剛在外面 講話那麼大聲 剛剛在外面轉那個口香糖的時候聽到 然後 謝謝 謝謝 你是不是在偷吃東西啊 什麼 你說你是不是在偷吃東西啊 偷吃東西啊 偷吃東西啊 欸欸欸欸 什麼 你說什麼好小聲 我沒有聽懂 他說你是不是偷吃東西 欸那個星星 放完 放完中了沒 對啊我在一次泡泡糖 說誰星星啊 你說誰星星 什麼啊 哇是不是這個紅毛人在那邊說人家星星 什麼人家講話啊 妳要笑什麼啊 妳要笑什麼啊 這個穿圈的人的 先生 怎麼稱呼啊 那個人衣服 小瓜喔 小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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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一下 傳到現在的救星嗎 拜 哪一個星 你說什麼小瓜 還小瓜 你媽媽這個紅毛 小心一點 要跟你講 欸 紙條是不是變少了啊 嗯 有力講 好啊 加油 有 這個只能載一個人啊 那摩托車呢 摩托車 因為後座油要放貨 所以只能一個人 欸 誰的車擋在那邊啊 啊 你有什麼想要算算看的嗎 欸 你有駕照嗎 沒有耶 好啦 反正這邊 應該有駕照也不多 那考駕照要多少錢 摩托車1200 汽車1000 好 等一下要見話聯絡 拜拜 路上小心 你為什麼 摩托車1200 汽車1000 好嗎 你現在要去 呃 你怕被抓 不開玩笑 嗯 其實你穩穩開不會被抓啦 可是我不是穩穩開的那種人啊 那那 需要一台車欸 我 開 開過去好了 可以嗎 可以啊 只是 可是等一下你要繳錢欸 沒關係啊 等一下就是 你考完之後 我再來 來載你啊 什麼意思 就是我等一下先開一台貨車 載你到目的地之後 你去考試 嗯 那你考完之後 我再開一台 看你考完了沒 我再來接你 好啊 那你 訂我電話 等我一下喔 我先領車 好 OK 好吧 那你開車小心喔 好的 謝謝啦 不會不會 我上來了 哎呦 哇哇哇哇 爆炸了 在前面欸 在前面欸 可以把那個關掉嗎 那好吵喔 哪個 那個 喔 有了有了 我關 喔喔喔 你是說音響是不是 對對對 那好吵 喔 因為我本身 聽不到音樂啦 所以 有沒有歌我不知道 喔 好 對阿對阿 等我一下喔 我先帶你去 那等一下就是會有鄙視 有聽到嗎 呃 喔好 等一下會有鄙視 鄙視過了之後會有路考 好 欸阿路考你就慢慢開就好 不要太急 有嗎 我盡量 呃你就是 他第一次是時速 不要超過80 然後不是 不是第一次啊 就是 呃在 城市裡面時速不要超過80 好 那超過公速 那個上高速公路不要超過120 好 嘿 阿如果你真的 第一次過不了的話 我再陪你考 好 好了 安全帶 然後再下車 那阿對手機 你的手機多少 阿你加我啦 我是2288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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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怎麼了 太快了 什麼太快了 你講太快了 我沒聽懂 喔 我的手機是2288 你加我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手機號碼這麼短 你說你全民叫 等一下再打給我 那我叫 喔你知道 我叫陳小動 那你等一下邊開車 就 別別吃東西吧 危險 你怎麼知道我在吃東西 你怎麼知道我在吃東西 我都已經 你剛剛不在車上就在吃了嗎 阿你要寄簡訊給我阿 我不知道你電話 我傳了阿 你不是42288嗎 2288 我的電話 42288 42288 42288 我傳啦 我的電話 2288 不是FALL 是YES 再改一下聯絡人 有了有了有了 9222546嗎 應該是吧 按按你全民叫什麼 汪蜜桃 922 汪蜜桃 好好好 請問有需要代考的服務嗎 喔可以 可以 你可以啦 你陪他考吧 我們這裡有代考的服務喔 等一下 收多少 1000而已啦 便宜啦 呃 沒有這麼多錢 我幫他付啦 我幫他付啦 不要啦不要啦 沒有沒有 你考不過的話會更貴啊 是啊 對真的啦 你就代考信譽保證 真的 阿這位先生你考過了嗎 我我考過了啦 喔好 因為你考失敗還要再領一次車 所以 要保障 誰要代考幫他出 哪一位 是找你嗎 我啦我啦 好好好 1000塊再加他的手機號碼 好好好 不好意思可以等我們五分鐘嗎 可以可以 我們 欸 談不住 推特發個廣告啦 趕快 限時五分鐘代考服務啦 還有兩個位置 等一下這台車可以坐四個人嗎 不行吧 不行 那這兩人坐 剩兩人是不是 好丟錢囉 你去考吧 你在哪裡 丟在哪裡 那 你比試 應該 看得懂很快就過了啦 那你就等一下在車上吃東西吧 你去看比試答案嗎 這邊一分五千喔 五千太貴了啦 給他五百塊就好了啦 啊還是可以考啦 比試 對啊 比試應該很簡單才對阿 唉唷 我不攻擊耶 等一下車 他這個貨在警察局前面我很尷尬 要餓死啦 要餓死啦 我至少不會跳 嗶嗶嗶 還OK 這傻阿 舊喔 六百塊 還是開卡車好耶 是不是澳門 我不知道耶 也許吧 等一下要去翻垃圾桶了 感覺可能也是有人沒有把那個人口密度那些 有調一下 好 理論上來說好像這個真的比一五好賺 吧 啦 反正我覺得做這個好像我也比較快樂一點點 不需要跟玩家有互動 欸 他送去哪裡 哈囉 送進去喔 欸好棒喔 送換囉 我是這個 可不可以自己買東西 多少錢啊 拼包 打火機 牛奶 礦泉水 太貴了啦 真的好貴喔 我們去翻垃圾桶吃 我都不敢吃滿耶 天哪 天哪 欸 透明的車 那不是透明蜘蛛才會那個嗎 麥塊的困難模式才會有透明蜘蛛 哦 所以 中型车也都是送商店类的 好哦 请签收 签收 丁丁 其实人多才好啊 人多 在路上动不动就遇到这种感觉才像 两公里 才像一个城市啊 我觉得后台的后台人都很辛苦啊 不用觉得啦后台人就是很辛苦 没有他们拿来用这么多 人可以进来 还要帮忙测试 等等 我觉得如果这种市民 就是可能 我们闯红灯 啊他不是骂脏话吗 然后这时候如果跳警报的话 就更好 卡车是大型超市 就是那种啊餐厅那些啊 我觉得比较像餐厅 前面前面前面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现在呢 我试试你 了吗 我试试你 有意思吧 我试试你 试试我 试试我 试试你 试试inden 试试 可是他那樣子收一千塊我覺得很貴耶 就是代課考試的服務啊 因為他這樣等於說自己沒有過再付一次錢啊 應該頂多收個五百吧 就是太貴了 這樣子我就陪他考就好啦 簽收喔 換個垃圾桶 沒有 這邊勒 給我吃的拜託 搞不好是騙的騙什麼 哎 騙了我就生氣了喔 騙的話沒差啦一千塊送一趟貨而已 害羞 之後的考試我應該陪他考吧 又自己有兩個沒有考 打不懂怎麼說 所以我去看他要看你 定公也沒有這間 refrigerator 可是我可以先坐在一起 這樣對著我的確 hypothesis 我覺得快嬌好吃的確認是否 這樣到正確認我 我再度把他的背在一張 知道沒有一張 你想到一張 解釋的確認這塊子 這麽用的確認這塊子 算是我的手 可以去报警吗 你说代考服务吗 不是 他们自己发推特 然后 警察就可以去找他们啊 看警察有没有看到推特啊 懂吗 就要看警察有没有看到推特了 完全骗人 所以真的是骗人的哦 反正我等下就要陈景运问他了 说还OK吗 顺利吗 我来问他了 还顺利吗 安全带 优优独播剧场 耳朵 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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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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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車點,那我先去載他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